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怎么起眼 在明代玉归可是皇家的玉用品 是皇帝祭天的时候用的礼器 紫禁城的玉器很多 但没有一种比玉归更重要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紫禁城里的明代玉归 这件清玉古文归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是明代永乐年间制造的 长58厘米 宽24厘米 厚1.2厘米 由上等清玉制成 上宽下窄呈肩手长方形 归的两面排列着圆形的小凸起 这些凸起被称作古文 整件玉归共有83个古文 它们金银圆润排列有序 古文归是明代最常见的玉归之一 中国玉文化有七千多年的历史 自古以来玉就被赋予了各种美好的象征 玉归是最独特的玉器之一 在明代的时候 玉归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谁拥有了他 谁就能够均临天下 明成祖朱棣是明代的第三个皇帝 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朱棣起初并不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 他十岁时被封为了燕王 朱元璋把长孙朱允文立为储君 也就是皇位真正的继承人 朱棣后来决定篡夺皇位 其原因还与玉归有关 据史书记载 明洪武三十一年 即公元一三九八年的一天夜里 燕王朱棣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太祖皇帝朱元璋 走到他的床边 亲手把一个玉归赐给了他 他双手接过玉归一看 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奇昌八个字 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 忽然有人报告说他的孙子朱瞻基降生了 朱瞻基就是后来的宣德皇帝 此时的朱棣突然联想到梦中的情景 心想这是太祖皇帝托梦 让孙子朱瞻基继承皇位 他马上跑过去看孙子 越看越觉得小孙子脸上有帝王之下 他将梦中之事告诉了身边的徐夫人 徐夫人也觉得太祖梦中受归是子孙祥瑞的好兆头 朱棣梦见玉归就坚信自己将得到皇位 这是因为自古以来 玉归就与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代帝王都声称授有天命 得天命者得天下 所以皇帝十分重视上天的态度 与上天沟通的办法就是祭祀 上书中记载 国之大事再次与融 意思是说 祭祀和军事并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 祭祀使用的工具就是御 因为古人相信万物有灵 认为玉是山川赋予的精华 具有沟通天地的灵性 所以古人用六种玉器分别祭祀 天地四方 周里中说 以玉作六气 以玉作六气 以礼天地四方 以仓地礼天 以皇从礼地 以清玉礼东方 以赤张礼南方 以白虎礼西方 以玄黄礼北方 这六种玉器分别为 帝 从 龟 张 黄 虎 其中 玉龟专门用来祭祀东方之神 在古代天文学文献中 有这样的记载 每年初春的黄昏 遥望东方天空 可以看到守卫天空的二十八颗星宿 古人将这二十八颗星宿 用一条线连起来 就组成一条 在空中腾飞的巨龙 古人称之为 东方苍龙 它既代表东方 就是东方之神 玉龟就是专门祭祀 东方之神的礼器 那么玉龟的使用呢 我们是主要的呢 还是从实物中 就是说 从这个 发现的古代玉器实物中 看到呢 在新世纪时代开始 一直到商周时期 那么玉器中呢 只能龟形的 龟形的这样的玉器呢 就片状的 一段时间的 这样的玉呢 我们管它叫龟 就这样的玉呢 就很多 在大型的祭祀 或者礼场合中 把龟呢 作为一个方向 像一个方向 所谓礼 礼东方 就像东方行礼的时候来用 就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记载 自古以来 玉龟就是帝王 祭天用的礼器 在人们心目中 它逐渐研发成 皇权的象征 在兴奉 君权神兽的 封建帝王时代 谁拿到玉龟 谁就是上天 任命的君主 燕王朱棣 梦见父亲 朱元璋 赐玉龟 这表明他内心 是十分的渴望当皇帝 这个梦 不但给朱棣 夺取皇位 提供了理由 而且 为他的行动 披上了一层 合法的外衣 公元1398年 朱元璋去世 不久 年仅21岁的建文帝 朱云文继位 一年后 朱棣发动政变 他以清军策为口号 宣布要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臣 率领大军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 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 朱棣得到皇位后 首先就是举行规模空前的祭礼大殿 他率领文武百官拜叶明孝陵 朱棣效仿开国皇帝朱元璋 头戴皮垫 腰叉御规 率领群臣 顶礼膜拜 此后 这位皇帝还颁布一系列法令 恢复儒家理智的用御传统 法律规定 皇家宝喜和士册 都要用御石制作 皇家用御规 长度为一尺二寸 形制为素面和古纹两种 皇帝要拿这个规 在离婚子中 这个信就是把规插到一个规座上面去 要有这种静规的仪式 然后规的使用也分成不同的等级 那么论语里头记载一条叫做什么 孔子之规 rau唆唆唆唆唆唆 又对玉龟的使用做了进一步规范, 规定亲王所用的玉龟为宿面, 而古文玉龟则为皇家专用。 这一时期, 朱棣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迁都到北京, 他修建了紫禁城, 天坛, 地坛, 千荣坛。 天坛建成后, 朱棣亲自组织了最隆重的祭天仪式, 直到今天, 天坛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祭天建筑。 明成祖朱棣把中国古老的祭天文化推向了高峰, 也把玉龟天寿君权的含义发挥到了极致。 在中国古代, 玉龟除了祭天以外, 还有别的用途。 早在西周时期, 周天子为便于统治命令诸侯定期要来朝建。 为了区别诸侯等级的高低, 天子赐给每个人一个玉龟, 根据尺寸的不同表明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 西周时, 玉龟按不同尺寸分为镇龟、 环龟、 信龟、 公龟等, 代表不同的地位等级。 龟除了这种功能以外, 还有充当天子令牌的作用。 比如, 皇帝要召唤守将的大臣回朝时, 负责传达命令的人, 必须手持玉龟作为凭证。 遇到自然灾害时, 代替天子去抚恤百姓的大臣手中也持有玉龟。 龟的种类不同, 也代表着不同含义。 晚龟代表嘉奖, 眼龟代表处罚, 古龟则表示持有者有行使、和解或婚取的权利。 明代玉龟形状大多是尖角柄, 表面特有四山纹、植物纹、古纹、海水江崖纹等。 这个明代清玉古纹龟, 两面都装饰有古纹, 体现出明代玉龟琢磨精细、质地优良的特点。 这件清代玉龟配有紫檀木座, 木座顶部雕有海水江崖, 下面刻奎隆纹, 玉龟上则刻有古代的十二章图案,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的玉文化远远流长, 玉龟作为古代重要的礼器, 蕴含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 它既是帝王与上天沟通的重要工具, 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发展历史。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